光棍节的由来 每年的11月11日是一年一度的光棍节 光棍节是一种流传于年轻人的娱乐性节日 庆祝自己人是单身一族 光棍节源于这一天日期里有四个形式光滑棍子的一 于是把1月1日称为小光棍 11月11为大光棍 光棍一词最早出现在元代中后期的原杂剧中 那时光棍指的是没有固定职业 家室资产行为放荡不羁的无赖流氓 清朝时雍正皇帝把老奸巨华的男人或女子都定义为光棍 犯了流氓罪的人都依照光棍的案例来处理 光棍也就成为了一种罪名 随着社会的发展 光棍的含义发生了变化 也就成为了单身的意思 如今光棍节通过网络等媒介的传播和商业因素的推动 已蔓延到整个社会 逐渐形成一种节日文化